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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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小明星 姐妹會 彥均哥 我要問一下 有問彥均哥 哎呀 莎姐 好說好說好說 那個彥均啊 這樣比較舒服對不對 小的小的這樣 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如果我現在要問你 就是你幫台灣下一個關鍵字的話 你會下什麼關鍵字 像今年奧運嘛 我會覺得今年奧運 台灣那個羽毛球非常厲害 林洋沛 對 關鍵字 林洋沛 還有林玉婷 對 那個拳擊 拳擊 林玉婷 而且他們在比賽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們在看那轉播的時候 所有的觀眾席 台灣加油 對 台灣加油 而且連不會中文人都跟著一起喊 對 好熱血 謝謝霸國 在那個場地啊 沒有時差 而且呢 我們客場變主場的感覺 對 就是覺得很熱血 然後聽到那個國旗歌的時候 對 感動耶 我累了 感動感動感動 所以我覺得林洋沛跟那個林玉婷 應該算是我們最近的關鍵字 對 因為講到關鍵字 可能以前大家想到台灣 會想到比如說 比如說 珍珠奶茶啊 小吃啊 健保制度啊等等的 但這幾年我們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越來越高 大家對我們想法都不一樣 對 所以就我們要一起來聊聊 讓外國人來為我們台灣人來下關鍵字的話 你們會下什麼關鍵字呢 歡迎大家 台灣有很多關鍵字耶 對 對不對 比如說 CP值 這是奶茶 還有QQ的 QQ的也是 我們現在問一下 美國 如果說台灣會有什麼樣的關鍵字呢 我剛好從美國回來 然後我有做這個觀察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不同年齡會有不同的關鍵字 比方說老人家 尤其是男生 他們會有 FORMOSA FORMOSA 對 FORMOSA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是因為美國的老人男生 他們很多有參與到 越戰 越戰 或者 然後他們那個時候 會來台灣休息 他們對台灣的感覺是很好 很多人還是會叫他FORMOSA 所以他們 如果他們問我說 你住哪裡 我說我住台灣 他們說 FORMOSA 他們就直接說FORMOSA 然後年輕人說 FORMOSA是什麼 但他們知道 是一種冰沙嗎 直接說話 但 在年輕人的眼中 不是FORMOSA 年輕人他們會說 那個地方是這個 很適合Expat的地方 大家聽過Expat嗎 沒有 Expat Expat是英文的 他是一種外國人 他是常 住在國外很久 可是遲早會回他自己國家的 所以他不是移民到國外 可是他可能常住 可能幾年 那很多Expat 美國想要當Expat的年輕人 他們會覺得台灣非常適合 因為台灣 他們知道台灣的 生活品質很高 教育不錯 有健保 有資安 然後 吃的喝的都非常好 而且生活費也不貴 所以他們會覺得 哇 住在台灣真的很棒 他們會想要在這裡住 對 然後 因為這幾年可能 越來越多美國年輕人 他們想要去國外旅行 他們會看很多網站 其實很多美國的英文網站 都在介紹台灣 去台灣旅行 然後台灣 他們都會說 你要當Expat 你就是要去台灣 哇 這樣聽起來很舒服耶 原來我們一直活在人家的夢想裡面 對 而且剛剛有些想說 就是台灣真的很適合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健保 對 台灣健保真的是 因為像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姑姑他們都住在美國 然後呢 美國 譬如說像是看牙齒 所謂的根管治療 就是補助牙 哇 一顆 一顆 就要五萬多台幣 好可怕喔 很可怕 一顆 五萬多喔 然後所以他們可能就是 每次回來的時候 或什麼的 就是牙齒啊 譬如說你要洗牙啊 然後要蛀牙什麼的 全部就把它 包括在內 就機票 哇 那兩顆就差不多就是一個機票 因為我們洗啊 好像有健保對不對 對 對 半年一次是不是 對 然後你們猜 在美國 如果你沒有就是保險的話 你如果緊急剖付 就突然要緊急剖付 你們猜要花多少錢 緊急剖付 緊急剖付 因為台灣是不是大概 不知道 因為我沒生過小孩 我也沒生過 好難喔 那是幾萬吧 應該五六萬吧 台灣 對 台灣 台灣 我跟他講要三萬美金 一百萬 一百萬 如果是緊急 沒有保險的狀況之下 這個皮鞋還滿便宜的耶 蛤 整集好多耶 五百萬耶 美國都是有錢人 那孩子生下 你這樣會不會孝順你耶 一百萬 我聽過很可怕的 就是可能 你前人家 你前醫院 可能前一輩子的 你心臟爆發了 就是千一百 一兩百萬美金 之類的 對 真的很貴 三萬美金啊 對 我朋友老公就在美國 然後他最近 他老公想要換工作 然後他就說 我不想要 他就打電話跟我抱怨說 我不想要我老公換工作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這個工作有保牙醫 所以他可以在 他只要牙齒不輸都可以去看 然後他也是在跟我抱怨 美國牙醫有多貴 有多貴 對啊 他就因為牙齒 有就是公司會給付 然後他不想要他老公換工作 好 剛剛講到FORMOSA 我就想到以前在奧地 有很多廣告 就是歡迎人家到台灣來玩 然後都會用FORMOSA 所以我 你看說FORMOSA 就聽到那首歌 I love FORMOSA 台灣 will touch your heart 你們還記得嗎 有 奧地 有時候下降的時候 都會聽到那首歌 有 我沒聽過 有 最近下降的時候 都會聽到那首歌 有 那首歌 你們說聯航沒有音樂 對 沒聽過 可能是從歐美飛回來的 台灣關係都很好 我們互相都是免簽證 三個月 隨便進進出出都可以 所以一聽到 真的 一聽到回音就回來了 真的 下降的時候 所以關鍵字FORMOSA 有包含很多 有生活啊 還有那個健保 還有下降 還有下降 下降 心情快樂 到了 FORMOSA到了 好 哈魯 日本人來的時候 現在台灣的光景就是這個 閃耀的靈國 真的假的 你不要 閃耀的靈國 閃耀的靈國 你都知道我們喜歡聽什麼 你很了解台灣人 怎麼說 怎麼說 講真的 很久以前 以前的日本人的感覺 以前的我們的感覺是 好像有一點日本 日本是就是哥哥 台灣有一點弟弟的感覺 就是這種關係 可能就我們比較 我們就跟著日本 追著日本 對 有一點這種感覺了 對 所以 但是現在就越來越不一樣 就已經就 有可能就一樣 後來有可能就台灣已經有進步 在日本的前面開始要走了 以前我們做過那個 晚上要飛到台灣 然後就隔天 就一天晚 然後就馬上回去 喔 一日來回的 對 因為那 到台灣吃頓飯再回家 對 那時候的感覺是 就很便宜 所以就要去那邊玩 然後就回來 對 那現在就不一樣 現在很多日本人好像要 先要存錢 要先存到有一筆錢 才你要來台灣 真的嗎 因為台灣的東西就變很貴 好物價 對啊 物價的關係就很貴 相對於我們日本的價格 反而對我們來說 反而便宜 就變便宜嘛 OK 那其他的地方也有 比如說有些 數位化啊 或者是可能就 性別的平等啊 或是有些半導體 等等的 就是全部都是已經在 台灣是已經現在 在日本的前面走的 真的 這是我們的現在 所以我目前 日本人覺得 你把我們講得那麼好 我也不好說什麼 對 我也不好贊助 只是我覺得數位化 數位化好像是 因為台灣的電子支付 確實好像比日本在方便 對啦 日本還是以現金啊 或是他們的專用的卡 會比較多一點點 日本雖然很先進 可是他們很多 骨子裡其實是蠻傳統的 他們現在還有卡字機 對啊 對 還有電報 還有那個傳真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 TOMOさん 就是台灣真的有像那個 他講的這麼厲害 閃耀的鄰國嗎 對啊 就是也很 就是現在在台灣 就是很紅 就是台灣 王美照 對 在日本就很紅 就是現在 以前是 就是來台灣 就一定要吃東西 什麼 玩事情 可是現在是一定要拍照 對 對 我們有什麼 沒有很 我們又比你們漂亮嗎 我們又比日本漂亮嗎 我們又比日本漂亮嗎 因為台灣就是比較 就是集中 所以就是 比如說走幾步 就會有大城市 然後走幾步 就會有比較老街 比較小 對 就是有不同的 就像九份的路上 你要看海看山 對 然後轉到一個巷子 就是另外一個 對 一個是 就是像 我們就覺得 這個是很像 就是我在念書的時候 或者日本的 就是比較住宅的 感覺 巷子裡面 對 就是很懷念的感覺 對 然後走幾步就會有大樓 這個是虎舟山公園那邊 拍的101 就是煙火 對 對 就是有好多 就是現在就是日本就是 比如說打台灣旅遊 就會有 那裡拍比較好看 就是有好多的拍照景點 角度 關鍵字是來台灣拍照 對 一定要拍照 還有我們是閃耀的靈活 閃耀的靈活 謝謝 真的 巴魯要當選了 對 他們這樣會形容 Gina 說到景點 韓國 很多韓國人來台灣流行的話 是會想到一個 關鍵 關鍵字是 怎麼辦 我越看越覺得 你們是不是要討好我們 不要太勉強 真的 台北動物園 你要聊台北動物園 目鑽動物園 對 我覺得台灣人 你笑什麼 那個 好玩 你笑什麼 好棒 一定要去到 還有遊南 終於口氣 很大 我可以講話嗎 我們聽聽 對 對 我覺得台灣人都不知道 就是台灣的台北動物園 是亞洲最大的動物園 是嗎 真的 我也是去過很多次 然後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是下午去的 因為太大了 對 所以我很多韓國朋友 就是來台灣 就很想去台北的動物園 因為是很大嘛 然後就是我跟 我跟他們提醒他們說 就是 早上來 對 很大 因為早上來 你們慢慢逛 不然就是逛不完 然後說到動物 然後我們 很多韓國人會想到一個 關鍵就是 台灣的蜗牛 因為韓國的蜗牛 是真的很小很小 然後 就是台灣的蜗牛 不是很大嗎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也是 被嚇很多次了 因為 因為我們有正常的尺寸 很大 這這麼大 有這麼大 有這麼大 有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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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朋友一直拍照 很可愛 一直拍照 因為日本有一個恐怖漫畫 然後 你知道嗎 人越來越被人家刮牛 恐怖電腦 有一個漫畫 我印象裡面很遠 所以你看他蜗牛 所以你看他蜗牛 講不只可愛兩個字 趕快要操著 可怕 真的 所以這個也是 所以台灣的關鍵字 是蜗牛 蜗牛 真的很冷門 木炸洞 台非洲大蜗牛 好 捐你 好 換我 我也要當選 我也要選 這個 陳 紙承叉的書店 因為在香港的心目中 就是台灣的人文氣色 然後那個 閱讀的風氣 是比較有修養的 因為你看你在香港 一個衝衝忙忙的人 你要他拿著一本紙本的書 在路上走路 其實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覺得來到台灣 一定要去這個書店的原因 是因為他在香港 他是海外 第一家的分店 就是在香港 在銅鑼灣的一個市中心的地帶 那目前應該在香港分店 應該有十幾家了吧 所以我們會覺得 當然如果要來到台灣 朝聖的 一定要去他的總店 一定要去他的發源地看看 去看他們的書 看他們的裝潢 哪怕你不看書 你走進去 你都會有一股 我好像讀書人 對 突然看得很高級 很有學問 真的 你翻翻看那些書 就算好 你都不看了 你去買他的文創 小物 就有些看起來就是很有創意 可愛的東西 或者是你去喝咖啡 裡面都有咖啡 有餐廳 所以我們會覺得來到台灣 一定要排個行程 就是要去這個書店 我們覺得 一定要到他的發源地去走走 就好像觀光客去香港 一定要去維多利亞港走一走的概念 那他也熄燈了 很標籤 對啊 兩家熄燈 對 以前蹲南那個是 24小時 你晚上去都遇到大明星 半夜在那邊遇過 好多那種知名藝人在那邊 而且我第一次被偷拍 一直在陳平 都是半夜 都是半夜 狗仔都在外面等你 我進去 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就很像去行天宮的感覺 為什麼 你去行天宮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人整個靜下來 你們會不會 有靈氣的人 真的 會不會 像你去教堂或什麼 你不知道 你很浮躁的心 你去到那邊 你整個人會整個靜下來 心跳會開始變慢 還有那個味道 對 酥的味道 會有冷靜下來的 而且燈光也很重要 其實陳平 而且我看他有些店 也不是只是賣酥 是賣台灣零食的土產 對 而且都很有台灣的味道 對 然後他們在那個櫃台 在包裝紙的時候 折紙那個聲音 就是非常的特別 好 白咪兒 其實剛剛講到書店 我會覺得其實台灣的書店 很代表台灣的文化 因為像在奧地的話 不可能這樣 就是我覺得在台灣 沒有壓力要買東西 你可以進去逛一逛 然後你可以看書看很久 在奧地你看一兩夜說 欸 你到底要不要買啊 你買回去看啊 不要啦 你不行買啦 我在台灣 我整本Harry Potter 或者是在那個14小時那一間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在那邊把他看完 難怪會倒 那邊有洗手間 那邊有洗手間 有咖啡廳 所以真的可以這樣 那你有在那邊花過錢嗎 花過錢嗎 最近有 之前有 好 接下來 發國人 關鍵字 是有這個 白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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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什麼意思 塑膠 你們什麼時候變了麥子 我問我家人 因為我家人 大概有二十幾個人 又來台灣 然後我問他們 我說你們覺得有什麼 可以有一點代表台灣 他們說怎麼 我們是有的 是分開 但是你們是一起 然後一開始 會有一點靜訝 那個味道 後來就是愛上 所以每次我回去法國 我一定要買籍罐 然後送我家人 我哥哥特別喜歡 我哥哥是法國一個廚師 所以他很知道 料理怎麼配 香料 然後他就是這個 鹽巴 那個胡椒鹽巴很厲害 因為有一件線線 也是辣辣 但是不會它太辣 像有一些 有台灣的烤雞 它也是會沾這個 我覺得這個超美 炒飯 很好吃 對 超好吃 你雞 已經有味道 但是你夾這個 就是會 就轉換那個味 還有那個粥也可以 對 我同意 我同意台灣的胡椒鹽 白胡椒鹽這很厲害 就是大家如果在台灣 吃的 必吃的 一定也是要撒那個 白胡椒鹽在上面 對 還有那個炸 或是你去熱炒店的時候 一盤 柯仔酥 它都會有一格 是專門倒一點胡椒鹽 然後你夾那個大腸進去 這樣一點點放進去 炸鹽 炸鹽 炸鹽酥也好 炸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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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要 好的 好 我問了我來過台灣的一些朋友 跟家人 問他們說他們覺得台灣哪裡 有一些小東西 他們覺得特別好特別方便 然後他們就說 點餐寫乘字 你說數一二三四要算數 對 因為真的很不方便在奧地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發展 對 因為他們覺得真的很方便 這只是計算方式而已 因為你們從小就有 可是他們一離開台灣就沒有 就覺得 就是缺了一個東西 我懂 因為我們在奧地 我們還要學一些小技巧 就比如說你點餐的時候 你要瞪著服務員的耳朵 就瞪著 瞪著 因為他會開始癢癢的 然後他癢癢的時候 就吃東西 然後他才會 對不起 他才會注意到有人希望 就想要點餐 好 像我們小時候選 你要瞪著耳朵 你要瞪著耳朵 你瞪著耳朵 眼睛用余光看他的眼睛 你怎麼不舉手說不好意思 就好了 不行 這樣沒禮貌 可是你們不是也有一種 一種計算法是 一二三四五這樣子 可是我們點餐 沒有是自己寫的 一定是別人要寫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等著他 對 我們都會寄寫號給老闆說 老闆好了 這樣子 對你們來講 這是一件小事 可是他們一來每次就 好方便 好棒 對我覺得 讓你們自己多了解一下 你們有這一點有多方便 我知道我們這個優點 對啊 我以為全世界都應該會有 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是 日本閃耀的鄰國 對 日本也有這個吧 日本也有這個吧 日本也有就是 對 對 漢字的應該都有 漢字的 好 他們剛剛說吃的嘛 我想到台灣的關鍵就是吃到飽 我覺得這裡的吃到飽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這裡它的範圍很大 有到很平價的 然後到很高端的都有 然後那時候我可能幾乎 然後我吃到變那麼胖 你變無尊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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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的耶 每個禮拜去吃 你那個肚子 這是你哥哥吧 這是我 這是多久以前啊 這是一年前吧 那時候我的經紀人一直跟我說 你再不瘦下來就不發工作給你 不是啊 你這樣子我也不會發工作給你 太肥了吧 你吃到那個背都厚起來了耶 對啊 這裡的太好吃了 而且有那個 起司牛奶鍋 我覺得是好像在這裡才有 大概來台灣多久 花多少時間變這樣 我應該花一年吧 差不多 一年變這樣 很猛耶 不難吧 這裡的東西太好吃了 晚上又煎酥雞 不是 因為我們的吃到飽真的很厲害 每家店 對 幸惟報說這家店很厲害 過不久以後 又有一家店打敗他 很難排耶 對不對 真的太難了 我們吃到那個老闆 我自己也很困擾 老闆都有內捲 自己在捲 因為我跟外國人聊天 然後之前出國 我才發現台灣有一個 他們也很愛就是素食 因為對他們來說台灣是 所有的小吃店 都可以吃到燙青菜 對 因為外面其他店 譬如說 就韓國 日本好了 你要吃燙青菜也很難 可是台灣你可以隨時有豆干 有木耳 然後有青菜 他們再點一碗白飯 然後所以那時候 我在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他們就說 台灣素食王國這樣 我想說 既然有這個稱號 我都不知道 而且素食超好吃的 就是燙青菜這件事情 就贏了 而且除了素食之外 我還想講一個 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的 就是 因為我最近在有玩車嘛 就是 因為台灣 車子的話算是 因為有一些可能限制 所以其實大家並沒有到 這麼的了解 可是其實台灣有位世界冠軍 叫 然後他在之前是 女生 男生 對 然後他2013年的時候 他是全世界的那個 改裝車大賽 哈雷組的冠軍 世界冠軍 台灣第一人是世界冠軍 哈雷耶 而且連基如你維都很愛他的車 而且他去年的時候 還跟日本品牌 那一本戶合作 然後推出了整個品牌的 打造一些 就是機車相關的東西 好厲害 對 而且然後像余文樂 最近有牽車嘛 那也是他超到的 真的 對 就是他會幫你規劃整個 設計車子的東西 就是他 你看這是他自己 哇 這車太帥了吧 他就是很多零件 全部都是自己 純手工做出來的東西 可以動真的會 是真的 可以可以騎的 對啊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 可以 開起來 因為其實很多名人 譬如說他現在呢 就是代表台灣就出去 就是每年譬如說他日本車展啊 或是其他的歐洲車展 然後他也會去 然後就是所以 其實外國人對台灣就是 有一個這個世界冠軍 然後車子弄得這麼漂亮 其實印象非常深刻 這位就是停哥了是不是 對 這位就是停哥 小葉哥我們都叫他小葉哥 對 他這個車子很適合去那種 好萊塢什麼拍片啊什麼 對啊 超漂亮的 對啊 而且因為他也慢慢把這個文化 就有帶進來台灣 像他去年就舉辦了台灣 第一間那個 手工車工藝大賽 就是讓台灣更多的年輕人 可以在這個方面 可以發揮一些自己的長才 對 有一些可能展覽 或有一些管道 可以讓他們發揮 對 要不然你有時候會想說 我怎麼辦 我好像有一些技術 可是我不知道去哪裡 哈魯 我還有另外一個 因為我最近有蠻多遇到 日本人的老闆人 他們要來台灣開餐廳做生意的人 他們每一個老闆都一定要講這支話去 台灣 為什麼 如果日本最近有台風來 然後台風來 然後如果 台風那一天如果就 他沒辦法去上班 當然就沒有薪資 那一天扣一天的薪資 比如說台風很大 所以公司決定今天去休息 那如果對員工來說 我可以去上班的權利 就沒有了 所以公司必須要給他錢 所以公司不敢說今天是休假 如果要我說休假 公司是決定今天台風假的話 就是公司的責任 所以還是要給他錢 所以公司不要說 我不想講那個今天是台風假 所以讓員工自己決定 不要承擇那個壓力 對…那讓他自己決定 你說沒有薪資 你來就有薪資 還有生病 就是病假 台灣有病假有半天的薪資 半行 台灣就半行 日本不太可能 真的喔 就是生病 你的身體是你要負責 你的健康是你責任的 所以公司不需要負責任 但韓國呢 好像跟日本差不多 真的喔 很多老闆就一直都頭痛 到底是怎麼經營 因為員工那麼多 太沒假了 對啊 那麼多假 而且一直都要給他薪資 到底是怎麼做 我們病假以前也是 從第一天開始病假 可是因為太多人亂情 所以好像有前面幾天 沒有算薪水 對…日本也是 前面三天是沒有薪資 第四天開始好像有 政府給他薪 你要很久才生病 類似這樣 還有廠家的那些也是 女生放廠家 老公也可以有陪廠家 然後還沒要上班的之前 他可以老公跟老婆 互相好像請一年還是什麼的 半年 預印價是不是 而且好像還有半薪是不是 對…百分之幾的薪水這樣 所以真的台灣是真的 在美國他是整個放在預算裡頭 所以你是一年就規定有可能五天 或者幾天的那個病假 然後如果你沒有放那些病假 你就是…有的公司就是會 一年過後就是沒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用完 或者有的是可以累積 所以有的人他們可能待在這個公司十年 你就已經累積了很多很多 可是他都是在公司… 特休也是 對… 對… 台灣如果特休用不完 就可能公司要買單 對… 對… 所以都一直都累積 然後公司一直都要求 因為你要想辦法要用完 所以大家 你都在台灣待了一段時間 那現在講到台灣 你們會出現的關鍵字又是什麼呢 白米兒 你會想到… 大樓管理員 蛤… 你的朋友都好生活喔 因為… 在台灣不管是舊的還是新的房子 很多很多都有保全或櫃台或管理員 所以很方便 我們那邊連那種很有錢的人 他們家都沒有 連那種新的豪宅很多都沒有 所以我現在住的地方 他那個櫃台還有冰箱 所以有時候都是送過來 他會幫我冰一下很方便 冷到酷 而且有時候我工作時間比較不穩定 因為這個行業有時候不知道會忙到什麼時候 然後我已經跟朋友約好要玩桌遊 結果朋友都到了家我還沒下班 那管理員就可以先讓他上樓 然後我家是用密碼的 所以他們都可以先進去開始玩 所以對上次那個Nathalie跟Way跟雪兒都… 他們都在我家 然後我這種CTV看我家 他們玩得很開心要回去工作 真的 超方便 很方便 你們這邊真的很方便 我覺得大樓管理員就是 在台灣譬如說你要買賣房屋之前 譬如說去看房間 現在可以問一下管理員說 那你知不知道哪幾樓幾戶隔壁的鄰居 大概做什麼 有沒有小孩 大樓管理員一定要討好他們 因為他們的消息超靈通 可以幫你解決很多問題 像我之前就有一次半夜的時候 我就突然看到一個黑影 我就發現一隻超大的蟑螂 然後就我一個弱女子 然後我男友都不在 然後我只抱著我他的狗你知道嗎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結果我就打電話 就是給樓下的管理員說 我有一件很緊急 但我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說你可以下來救我嗎 他說什麼事 我說你可以下來幫我打蟑螂嗎 然後他還說 好 然後他就衝上來 管理員當下一定覺得 哇 好浪漫 英雄 就當愛來敲門 可能到的是女生 然後你打開就 哇 我們打過去 六個都上去了 六個都上去了 沒有 他就喊一喊 然後你知道那個蟑螂 就飛沿走壁這樣子 然後就怎麼樣 就是丟拖鞋都打不下來 就是我們管理員就很酷 他說 你家有橡皮筋嗎 然後我就把橡皮筋給他 然後他這樣 然後蟑螂就被射下來 然後這樣 跑上去 很猛 這是你的夢境吧 不是真的 蟑螂掉下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抱住他 沒有抱住那個 我說不要去養那個蟑螂 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跟我說 他以前是那個 當特種兵 然後退役下來 然後再當那個管理員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哇 也太帥了吧 年輕人 大概四十幾歲 五十歲 很多社區大樓裡面的那個管理員 都落虎長龍 對 很多才藝 我還看過那個 我們以前 我以前有個社區 他們的管理員他們每天都在看書 然後有一天他不是 我說又不幹了 他說 他考上台大法律 台大法律 什麼 真的 我們把那一張K書中心 我們社區這麼閒 閒到讓你考上台大法律 好強 好強 因為他是夜班的 我沒事就一直在那邊看書 看書 台大法律 好厲害 所以過年的時候 包給紅包 要 中秋 阿三姐 一定要有個東西 送一下禮物OK的 真的要 然後講到大樓 我還想問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我在想問你什麼意思 我要問你們這是為什麼 台灣的關鍵字還有磁磚 磁磚什麼為什麼 因為你們很多房子外面都是磁磚 而且是超級小那種 很 那個是以前比較舊的 對不對 對 因為以前很流行 可是為什麼以前流行 因為我覺得它中間那個縫 很容易就變黑 然後就看起來髒髒的 就覺得好像明明是很漂亮的一棟 可是就 我覺得有時候看起來發霉 就是有點像 發霉的吐司麵包 我說台北市之後 就覺得這什麼都發霉了 有一點 那我後來想說是不是 因為萬一一小塊壞掉了 就可以把那一塊打掉 換一塊新的 以前應該是這個想 因為以前有一陣子流行過 用磁磚貼在所有大樓外牆 對 但因為這幾年因為地震 還有很多問題 可能會有點剝弱 所以現在很多會把它改掉 好像只有台灣比較多 台灣好像是因為我們的 我們比較常下雨 然後比較潮濕 所以外面貼磁磚 好像會比較保護 那你們覺得漂亮嗎 有漂亮的 有漂亮的 但是就比較貴 那個年代看起來漂亮 對 現在都改掉了 浴缸也是那個磁磚 對 那些很貴 那些很貴 磁磚就是等於有錢 以前 對 是喔 對 不要小看它 好 稍微 我是會想到 好生活喔 韓國也有涼麵 韓國也有涼麵 不一樣啊 不一樣 對 味道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韓國涼麵跟台灣涼麵 那妳覺得我們涼麵厲害在哪邊 第一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韓國沒有嘛 然後我很多朋友們來台灣 他們都吃的都是差不多 麻辣火鍋什麼 頂太方什麼的都是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我就很想介紹 你們不知道台灣的好吃的 涼麵 對 所以我就介紹給他們吃台灣的涼麵 然後我妹妹媽媽都很喜歡吃 然後我自己為什麼不知道 是兩麵是喝醉的時候吃最好吃 醒酒的 對 你們不覺得嗎 對 我有 對嗎 對嗎 我覺得可以喝一個湯 喝醉的時候吃或是宵夜 當宵夜吃我覺得最好吃 對 所以我妹妹就是最近來的時候 這個天下一定要吃晚上 宵夜的時候吃 對 我也覺得是要久一點 像剛來外國人來台灣 可能沒辦法接受 但是開始吃不了那個熱 那個台灣太熱 所以就會開始愛上 那是前面真的 涼麵 對 前面是沒辦法接受 對 這個涼麵在香港搭配 已經很少見的 哇沙比加蒜水 再加美乃滋 然後還有共碗湯加小魚乾 裡面還有蛋包 這個東西搭配我覺得很棒 很棒 因為想見嘛 涼麵好像是要住久了 然後知道文化之後就可以喜歡 愛上 而且有時候是吃一些回憶 對 很快樂 很開心 好 Tomo 三 關鍵字 關鍵字是24小時 對 其實24小時 以前就是好多人說7小時 好多什麼 可是我是覺得 因為這次我回日本 就覺得差不多晚上8點 就所有的商店都關了 然後晚上要吃宵夜 就只有7小時 或什麼就是便利商店而已 可是台灣24小時 什麼都有 就是買的到吃的到 像就是24小時的超市 我就是凌晨就是突然想到食譜 想做試試看 然後就可以去買 然後就可以做 然後還有以前就是 就是大家一起玩吃 或者是去吃青桌小菜 對 也是到早上 對 或有留媽媽涼麵啊 涼麵 隨時都可以吃到買的到 然後像就是臨床 突然就是要買燈泡 就去買雜貨店 去雜貨店買 對 而且那雜貨店都很大街 對 然後就是隨便看一看就 買好多東西 對啊 有來家的燈泡 100塊要 就是幾千塊錢 對 KTV 對 KTV 然後裡面的飯 非常都是完美 對 還有咖啡廳 好喜歡深夜咖啡廳 對 24小時不用睡覺 可以去去玩 我最喜歡那個 按摩跟洗頭有24小時的 對 那很棒耶 有24小時洗頭的 有 現在有24小時洗頭的 對啊 然後就按摩的話 就是你工作到很晚 就可以 你知道去鬆一下這樣子 而且不覺得24小時的店 就是到處都亮亮的 你就會覺得這個城市很不 很安全 沒有那個危險 如果遇到什麼 有人跟蹤你或什麼 你還可以去那些24小時的店 然後可能求個庇護或等一下 什麼之類的 就會讓我覺得很安心 台灣好像很吵 那種真的晚上是整個黑漆漆整片 對啊 除非山上啦 不然城市應該都還是 我之前要看什麼流星雨 然後想說 喔 我來台北市找個地方看流星雨 啊 貓空好了 貓哥超亮 然後流星雨都看完 我想說我要找個暗一點的地方 結果沿路都有路燈 你知道嗎 你找不到一個真的沒有燈和暗的地方 我想說好 不看了 這樣也安全 好 Jenny 我的台灣關鍵字呢 是祝福小卡 什麼是祝福小卡呢 就是我的那時候呢 台灣的印刷的卡片 就是我的童年回憶 長什麼樣子的呢 我今天有帶我收藏了 30年的祝福小卡 給大家看 你光看它上面的印刷就知道有那個連帶感 還有台灣的美感 例如說這一張 它的屁皮是用嘴巴的咧 然後後面呢是寫寶貝貓 真的耶 而且你這個舊到都有黃色的字了 是 非常的久 這個是銷到香港的啊 這個是我在香港小時候買的 你看它的台灣槍 今天當成了一位貴人 就是你喔 點點點 真的 生日卡片 生日卡片 對 就是生日卡片 在這個祝福的 很長輩 對 有沒有 這就是有台灣的感覺 以前我們那個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在畢業的時候不是都會寫那個卡片嗎 就是那種大張的有沒有 對 全班一起寫那種 因為拿這種卡片 為什麼我真的總之放了30年了 你看以前的人 都是會寫聖誕卡片 會寫生日卡片 那現在呢都是一個LINE的貼圖 完全沒有溫度 但我們那時候小時候 就是那種愛是不用隱藏的 對 小時候的愛是不用隱藏的 長大時候才要隱藏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班上的同學 都會寫這種卡片 然後放在你的抽屜 然後我反到後面 哇 是 對 我剛剛有轉過來看 真的 所以你要看 因為現在的卡片 都已經很現代很新潮 對 很有感覺 你看這個用色 熟食 這個排版 真的 你們是不是以前都有 有 當然 真的 我懂這個 你懂嗎 大家要買這種收集以外 很有感覺 真的 溫度 哈嚕 我個人 我個人覺得台灣的關鍵字 你個人覺得 女性很強 你老婆很強 對 這個是誇獎嗎 是誇獎嗎 是誇獎嗎 不確定 就害怕 你說氣場很強 氣場很強 比如說亞洲裡面 我覺得台灣女性進去那個社會的人 就非常的多 比如說 曾總統 也是女性 或是可能 立法院裡面的議員 也是 我剛剛看到好像四十幾吧 就是女性的 在日本的話 就可能就國會裡面大概 不到十八或二十八才是女性會 對 而且日本的手上 一直都是男生 我們都跟日本比較 然後就這樣 而且我家也是就是這樣 對小孩的教育 也是他非常的 就想要管很多事情 但管得很嚴格 然後就有一點隨便 比如說 因為我最近的小孩 都一直很喜歡看YouTube 然後就 我老婆可能規定 就十分鐘 就一定要十分鐘就結束 就不會讓大家多一點 但是如果我的話 可能就小孩 可不可以待一分鐘 然後可不可以看完這個影片可以嗎 我覺得還OK 那就給你看 然後就我在旁邊就有做工作 然後就老婆回來了 他到中午 老婆回來 然後就 老婆看到就已經很生氣了 所以就小孩就丟給我他的iPad 然後就我拿了 然後我就知道 我覺得他可憐 所以就好啊 我假裝我看怎樣 假裝你在看 你還配合他 好可愛 然後就是老婆知道這個事情 就開始要罵我 就我罵我的意思是 就我為什麼不遵中他的規定 因為他跟小孩兩個人在一起 就有好好的習慣 就已經成立了 但是就我一直都破壞這個 所以他非常的生氣 然後非常的罵我 然後就我要面壁 然後我要處罰我 然後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 一個大人帶兩個小孩 就是這樣子面壁耶 我們家很會 要多久 要多久 五分鐘 你要面壁五分鐘 然後 沒有想到旁邊就嚇我 然後就很開心的 然後就媽媽 聽起來在抱怨 好可愛喔 你在家會面壁喔 那你要半蹲嗎 沒有這個沒有錯過 好 怎麼會台灣的女生這麼窮 我覺得是妳個人的問題 對 而且她還願意喔 對 她還聽喔 好 開心 其實第一個想到的也是有點 就是 家啊 比方說我這次回美國的時候 我父母就問我說 那妳這次 妳有沒有在想吃台灣的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說 太多了 可是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我想要喝台灣的茶 然後他們就說 那妳想要喝台灣的茶 妳就出去到處都有寶寶茶啊 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美國所謂想像的寶寶茶是什麼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在一個美國的商店看到的 這是玩具喔 然後她的賣法是 我賣給妳這一包 然後妳任何飲料就可以倒進去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她的口味 好的 有一個是 芒果白香果 粉紅色檸檬汁 這個也有 就是也有其他的 就是什麼 櫻桃冰沙 櫻桃冰沙口味的 那什麼口味啊 冰沙什麼口味 這應該是美國人想像的珍珠奶茶的樣子 我父母的意思是說 妳買這個妳就可以回到台灣的味道 然後我就想說 這裡哪來的台灣味道 真的 反正就是不是家的味道啦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我還欣賞台灣的一個 隱藏的多元文化 像我們語言 都是有日本的影響啊 就是台語也可以聽到什麼 雖然那也是來自英文嘛 就是 但也有很多日文的存在 可是不只是日文也有 當然 漢人的成分也是蠻多的 可是也有很多 原住民文化 也有葡萄牙人的文化 吃的 喝的 生活上的 那還有比方說台灣的牛 你們知道從哪裡來的嗎 牛 牛是荷蘭 荷蘭人帶來台灣的 OK 真的假的啦 好重喔 真的啦 我不騙你的 所以 但我們都不知道對不對 有喔 所以其實我們會覺得 台灣就是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們有很多文化的存在 其實是多遠我們只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然後可以一直去挖 挖出這些有趣的多遠文化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看完 台灣人心應該都覺得暖暖的吧 對啊 因為就覺得其實很多我們 真的都不知道 會問號但也暖暖 對 問號超多的 對 我好喜歡 閃耀的靈骨 對 還是OK 今天你是第一名 閃耀 OK 今天要快點見 閃耀的靈骨 謝謝 各位觀眾朋友 謝謝 拜拜 閃耀的靈骨很小耶 閃耀的靈骨很小耶 那喜歡影片的 記得訂閱 然後按鈴鐺 鈴鐺 謝謝